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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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要快點談完功課 一會有人來家做訪問 做甚麼訪問? 你家裡有甚麼特別? 你所說的是人口普查 由7月18日開始 統計員會到訪之前未回應的住戶 帶上平板電腦,上門問資料 是呀,聽說政府統計處互安排統計員 兩個人唯一組來做面談、訪問 你是不是?你確不肯定 一會連銀行戶口號碼、身分證號碼 都給人家,小心點 甚麼?不會問這些問題吧? 這些這麼私隱的問題他們是不會問的 不過你要小心核實了統計員的身份 才讓他們入屋做訪問 如果有任何懷疑 就要打人口普查服務中心意志18-2021查詢 那這些資料搜集了會去哪裡? 就算不是那麼敏感的資料 如果公開了讓其他人知道也不是那麼好 放心都行 所有搜集到的資料都會絕對保密 全部都不會向未獲授權人士及機構 包括其他政府部門透露 而且這些資料還會在人口普查開始後 12個月內銷毀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安心地提供真實的資料 這樣就可以了 我記得了 你現在還可以上網做網上問卷 很快而且又方便 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是這樣做的 不好意思,我還是不說了 統計員上來了 我們下次再談,好嗎?拜拜 喂…你要記得 看清楚他們有沒有統計員身份證明書 和其他身份識別 喂…甚麼都未談,那就走了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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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